接着交通意外事故是6号晚间9点15分左右 台东警分局接获了民众报案 表示在市区中心路6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而警方到场后了解 因为马性驾驶的这小客车回转横跃道路 与往市区方向的小货车发生了事故 造成了双方驾驶以及小货车上两名乘客共4人 有多处的插伤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天宇路华一辆小货车横倒在道路上 6号晚间9点15分左右 台东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市区中心路6段发生交通事故 而警方到场了解后 因马性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沿着中心路6段从东向西进行回转横跃道路 并无注意道路况 因此与行驶在中心路6段往市区方向的小货车驾驶 无性民众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双方驾驶及小货车上两名乘客 共4人多处擦伤 主性无生命危险 本分局昨日晚间9点15分左右 接获民众报案 在台东市中心路6段发生交通事故 经原警到场了解 市马性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沿中心路6段东向西坐回转横跃道路 自事故地点时与行驶在中心路6段 往市区方向之无性民众 所驾驶自小货车发生事故 双方驾驶及小货车上两名乘客共4人 均有多处差错伤 无生命危险 经原警时19测 双方驾驶均未饮酒 本分局在此呼吁 汽机车驾驶朋友 不论开车或骑车上路 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切勿违规跨越双方线行驶 或从外侧车道 强行左转及回转 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 原警也针对双方驾驶 实施久车均未饮酒 而台东集分局也呼吁 汽机车驾驶朋友 不论开车或骑车上路 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切勿违规跨越双方线行驶 或从外侧车道 强行左转或回转 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 这讲解台东集报道